現在就下午兩點鐘了 剛剛就充門牌電 就打算下去這個 渡船街遺控車場 掛一段時間就回家了 還需要掛手癮 對我來說呢 去游馬地渡船街的遺控車場是很方便的 基本就乘地鐵 去到游馬地站落車就已經可以了 然後呢我們就向渡船街B2出口 然後呢就什麼都不用管了 只是一路走 走到最尖尖的天橋底下面呢 就是我們今天去的目的地了 走到這裏過游馬路呢 就是我們今天來玩的地方了 它其實呢就位於這個狗仔公園 和這個天橋底之間的 左邊呢就是我們的狗仔公園 右邊呢就是那個搖勾車場 我們原子搖路就一直走就是了 我們會見到 渡船街休憩處 就是這個地方的正式名字 我想看看今天又多不多人玩 不過就未必了 因為今天天氣都真的比較冷少少 傳聞說夜的有機會 落到10度至9度之間 大家我想都要小心一下身體 走到進來好像真的挺靜的 現在2點多 好像真是人影都不見了 不過這這麼冷的天氣都挺辛苦的 玩車仔 因為這隻手又冰了 地面溫度又不夠 基本上你玩呢 最好有一個泰汪馬 有些合適的胎水呢 車子才會比較容易玩些 尤其是那些 兩區的後區車等等 我今天就 裝備很簡單的 純粹拿了一輛 3Racing的GM 不是MG 的球區車來玩的 是一輛M車的球區 今天真的好冷 現在你看到室外的溫度 大約19度左右 另外那個Sensor觸碰著桌子 桌子差不多14度9 即15度左右 好 哇 今天玩呢 就是玩這輛 3Racing的MG和GM 我都不記得了 突然間 3Racing的MG 這輛就 改了少少東西的 其實我都 就不是全原裝車來的 不過這輛就是一些 純粹是分裂玩一下的 並不是說 什麼大改裝的車來的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 整輛車都是用一些 原裝膠油壓 呀 走回纖維板 呀 就 沒有什麼真正正正大的改裝 其實我是有改裝的地方 就在那個C座那裡 這個C座 這個C座 我就把它換了一個 大兩度的C座 這個是純粹我個人喜好的 其實你換不換都沒有什麼所謂 另外上面 你看到那些 電子裝備 其實都是一些很舊的東西 有一次你會看到一隻 17.5的 Speed Persian V3的馬達 一隻禽產了很久的馬達 另外有一隻 又是Speed Persian的 Rerentum S 就是一隻很舊的45A電便 我現在這架 車的電便 就沒有開Turbo 純粹就是冰淨模式 來的 另外呢 因為我現在用著 一隻MV4 各產那支 它本身就跟了一個 這麼巨型的接收 我平時沒有什麼用 我就把大接收 放在車頂上 所以你看到我的車的重心 是非常之高的 另外呢 就是Servo 找了一隻舊的 PowerWide 3D R12 不過現在就選擇多很多 除了這一款之外 百多元的Servo 其實現在那些 短身百多元Servo 造性能不太差 如果一般入門玩 我覺得是 非常之舊的 另外呢 在改變方面 調整方面 就沒有什麼特別調整 最主要是加重煙面 那個重量 因為這輛車的衣面 是比較重一點 近摩托向這邊 所以我就紮了一點圓 在這裏 另外呢 尾彈弓呢 我就用了 3Racing 最硬的彈弓 車尾 而車頭呢 我又用了 CSO的 C25 這一條就是CSO彈弓 25的 2.5 跟著還有什麼 齒龍比方面 齒龍比方面 我總是走得很慢 因為現在的齒比 是5點多的 所以我的車速 基本上 就真的很接近 一架 原裝的 TT02左右的速度 這輛車 純粹我真的 為了輕巧 拿小袋子 裝過來 開開心心玩的 就沒有什麼 競技能力的 輪胎方面 就用了 一隻 36J 好像 如果沒有記錯 是36J 頭尾都是 這些輪胎其實是 他們之前 鬥完車 玩剩一輪胎的 所以你看到 都 虧到 不過我就把 新的那條輪胎 丟了到 車頭上 起輪胎那條 我就放了 在車尾上 用 在這些 這麼冷的環境下 正常應該都要 有輪胎 有輪胎 等等的 不過我就沒有 純粹慢慢走 放鬆一下 看看一會兒 可不可以 試一下 錄不錄到 我自己 慢慢走 那個情況 說回一點 其實我覺得 如果初學者 玩真的 純粹開心的話 你不是 好像他們 那麼威星 那麼要求 那麼競爭的話 我覺得好像 電變一樣 你找一隻 好像天花日市 那些 828 三四百元 那些 夠用的 摩打可能用只二百多元 當然你要 跟人有比較的時候 就一定 不能比 但是你輕鬆 玩我覺得是很夠 不需要 每次都買到最貴的東西 好像Servo 我都是用 比較便宜的Servo 玩的 車是否真的要改這麼多呢 反而我覺得 可能是你 有幾樣東西的 除了你車 砌得 這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懸掛方面 另外一件事 就是調整油壓油 和彈弓那裡 另外一件事 就是那個 齒比的控制 很多時候 你弄得很快也好 但是你未必駕到 反而你是有一個 適合的速度 尤其是直路 不會衝過龍 這些是很重要的 但說回我這輛車 還有什麼 我動了的地方還有 我其實是沒有用原裝油壓油的 油壓油那裡 換了350度的油壓油 然後電池那裡 我都是用IP 我平時都是用IP電的 這塊是IP的 短電6200 這塊電挺好的 不過如果你一般玩 不用買這麼貴的話 可以買再便宜一點 如果這款電 都是三百多元左右 一塊 如果我現在玩 冰淇模式 尺比又去到5點多 真的玩差不多大 半個小時 可以玩到 接著還有些什麼呢 我這一架就 未改脈向的 就用回普通原裝跟車來的脈向 所以轉彎轉一大角 那時候會有咳咳聲的 其實任何車都是的 如果你不是用那些 改裝三節棍的話 你轉彎的時候 轉過某個角度之後 都會產生過這樣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改一架車 玩一架這樣的 不管你是M4、M5 Pro 或者像MG等等 三節棍 我都覺得是其中一個有改善的地方 其他方面 其實我今天沒有帶車殼 所以我都是 我可以告訴你 車殼其實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去到一些比較高速一點 直到尾 一個車殼是直接影響你整個車的反應 是很明顯的 另外呢 我今天就有一個小工具 這個工具拿來做什麼呢 就是駁在我的MV4的遙控上面 就再固定一個電話拿來錄影 不過我就未試過行不行 未必拍得好 不過可以就 一會我會試一試 也是我今天的新玩具 哦 加了下去之後 就變成這樣了 不過我覺得 頭重比輕都挺厲害的 還有角度 我想到時要慢慢去調整一下 走一走 因為我駕魚熊很少 左右搖 這個租 我想要慢慢去適應 或者試一試 一會試一下 玩一下這個新玩具 好了 現在預備去玩車了 哇 現在的溫度真的越來越冷 好像 我就沒有胎溫碼 所以就 可能都要走一段時間 這條胎才有反應 可能空處比較多一點 還有我去玩這架球推 我想我最怕的 就是這條尾胎很難做到有溫度 所以可能在一些高速的地方的時候 尾胎可能會 如果你硬來的話 可能尾胎會動得比較厲害 頭胎反而因為 它本身有動力 和地下不停有摩擦力 溫度可能會比較快些有 尾胎就難說了 如果今天的情況 好 慢慢走幾個圈試一下 現在看到起步 車都是空轉的 只可以慢慢吊著 少少油 完全沒有什麼反應 還有有少少不習慣 遙控突然頭很重 要用力好拿著遙控才能玩到 而且現在這輛車沒有三折棍 我現在調的泰國是屬於比較多一點 所以看到扭坦的時候 車是比較吵一點 其實就是三折棍的位置 產生出來的聲音 不過就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因為我習慣了 我是不會動之遙控這樣駕駛 但是好像就不太拍得到 如果不動之遙控 這個是可能要習慣一下 還有現在的車 一有大油下去都沒有意思 因為只看到一輛車空著是不會走的 可能這輛車的頭駛的損耗更高 可能就需要慢慢去 給油可能要保持得比較流暢一些 還有可能早一點收油都不要緊 重量保持的車 重量保持的車不會跌 都跌得太厲害 不過我一玩就 我本身技術比較差 所以就駕駛得不太好 還有你會見到我駕駛的圈 是很不平均的 這個速度是一個17.5的冰天路 指比是5點多 所以你看到平均的反應 車速和極速都是比較慢的 和你可能玩的TD02的原裝車速度 不會說快很多 或者未必是快了 但如果一般車或者玩 我覺得都屬於幾乎玩的 今天就純粹是 只是預錄一下自己 放鬆一下 放鬆一下 直錄尾器應該不太大 現在唯一最大的問題 是加了電話在遙控器之後 除了近我前面 那邊有少少擋了 遙控器真的很重 不停聚著在那個球 我現在不停都是要鬥著 支遙控玩 有點辛苦 有點不踏通正常 才關於歌 現在有一輛快車來 我想等一下都要讓開 不要阻礙著它玩 好 另外一輛是一輛貨櫃車 好像幾個人 但是我看到都沒有 至少轉彎更多 沒有這輛鵝 就同在這裡 那輛車 先高一點 不能夠高一點 可以試鵝了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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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完回來 今天可能真的太沒人玩了 不過不知道能否認識到 其實那輛車全部都是層來的 層世界應該是有層的 不過 嗯 而且試了那個遙控器上面 安裝的電話 在這個環境可能距離太近了 就好像不太適宜用了 但如果可能去一些比較 就好像PYC那裡的距離 就好像PYC那裡的距離 跟人的距離比較遠一點 距離比較遠一點 視角可能比較廣點的地方 可能就比較適合一點 我看回那些影片 就全部都是一塊塊的地方 另外一樣東西最主要就是 因為我自己呢 就拿著遙控 我是習慣了不動的 是動的 馬步要穩的 我是比較傳統的 只是遙控的方法的人 所以這方面都可能有個影響 今天就純粹來這裡玩一下 不過就真的不太見到人 下次看看 可能又去PYC再玩玩都不定 好了 拜拜